今天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还有四天 中国体育代表团各运动队正分批抵达法国巴黎 目前中国乒乓球 跳水 体操和射箭队等赛程靠前的队伍 已经顺利入驻位于巴黎北部的奥运村 此外 中国游泳 拳击 网球和羽毛球队等队伍也已抵达法国 目前正在中国体育代表团位于多维尔的训练营展开适应性训练 后续各运动队将根据赛程分批入驻奥运村 正式开启本届奥运会的征程